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战权的一个动员令 他说尘尔甲咒 五感不善 就是把你们的甲咒都穿戴好 五感不善就是都要尽心尽力 五感商固 固是圈养生口的棚子 这是指的在战前做准备的时候 那么下面就是马牛其风 臣妾补陶 物感悦逐 干脆就直接引用了上书壁士里面的原话 《史记三家柱》里面其中南宋时期培音的史记集节 引用了正玄的解释说封是走意的意思 而臣妾就是指的家庭奴隶 所以按照正玄的说法 这个封就是走意的意思 走丢 丢失 所以封马牛是指的两个国家 假如一方的马牛一类的牲口跑丢了 但是也不会跑到对方的境内去 因为中间隔了很多国家 这是一种解释 但是刚才有同学注意到 即使是孔英达做书的时候 也还是觉得风应该是聘母相诱的意思 好 这个最典型的是古文观旨里面 引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柱 说牛走顺风 马走逆风 这是指的马牛发情的时候 跑的方向不一样 两不相及 欲其储不相干也 我们再看一下宋代路殿的拜雅 说储子曰君储白海寡人储南海 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暗 牛走顺风 马走逆风 牛 马 风 亦 往往相及 储是云耳 这个说法跟上面说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了 按照这个古文观旨的说法 牛走顺风 马走逆风 这两种动物根本跑不得一块去 但是按照路殿的说法又相反了 既然一个走顺风 一个走逆风 肯定要撞在一起 但是储国和齐国实在是相隔太遥远了 所以即便是马走逆风 牛走顺风那样老碰到一块 对齐楚两国而言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读到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对什么马走顺风 牛走逆风这样的说法 已经觉得比较古怪了 是不是 有点不可信 这种不可信 大家看清代和秀的《乔云小记》里面有一段话讲的就非常清楚 他说马牛欺风 与臣妾补陶相主 这两句话是一前一后 相主就是相连 自以封义为正义 这个正义不是孔仪达五经正义的正义 这个正义是为正确的解释 那么有人说马走顺风 牛走顺风 马走逆风 这位学者是一个时政家 他就去观察了马牛发情的时候的情况 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合住物理 物理就是这个事情的实际的情况 有人说屁母相诱 约风 对这种解释 何先生就用了一个开了一句玩笑 说这个马牛岂窃欺欺欺逃之也 是不是马牛也有拐骗女人逃跑的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原句是臣妾补陶和马牛齐风相对 相连主 当然这个反问还是没有力量 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合住物理 合住物理 那么何先生说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们说风马牛不相急 其实很简单就是丢失的马牛到处乱跑 也不会跑到对方的境内去 这个相急不是马和牛碰头 而是急于对方之境 所以风马牛不相急 这个急字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字眼 一个风字 一个急字 如果把这两个字解释清楚了 这个句子就很简单了 好 那么既然是风马牛都不相急 所以下面楚国的使者就冷冷地问了一句 不欲君之舍无敌 舍 大家看一下甲骨文里面比较形象 就是一条水流 左边一只指 右边一只指 二指意味着汤水过河 汤水过河 那么到小传里面有两个字形 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字形是一体字的关系 因为中间这个字形虽然加了一水 但是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为了形体上好看 但是到小传 我想大家已经能看出来 这个跟甲骨文里面那种完全的会议已经有所不同了 因为在水的一侧画二指的话 这个含义就不是那么明确 就表示过河的这个意思 过水的意思就不是那么明确 所以我们说在小传虽然比起历书以后的汉字来说 保留了这个象形文字的特质 但是很多方面也还是跟甲骨文时代的性质不一样 这个设字许甚说是图形立水也 什么是图形呢 就是说不凭周际 不假周际 这叫舍 但是它跟利不一样 利是过比较浅的水 只要卷起裤腿脚来就可以了 而舍呢 这个水就比较深了 而亚诗水里面说 由膝以上为舍 这个水深过了膝盖以上了 这才叫做舍 可能有人说 古人也真是奇怪 这个过深浅不同的水 还要用不同的动词来表达 这真是麻烦 是不是 这其实就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非常重大的差异 只是这种差异的对整个语言系统的影响 到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很清晰的揭示出来 好 我们回到这个句子里面 不欲君之舍无地 没有想到您进入我国的领土 这个舍就从汤水过河的意思 引申出进入道的意思 这个句子里面 知识廉词 本来君舍无地 是一个主位结构 是一个动词性的主位结构 但是最起码在左传当中 一个主位结构 做主语或者做宾语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一般不会用一个主位结构 直接去充当主宾语 而是要在这个主宾语之间 加上一个支子 这个支子就使得这个主位结构 指称化了 所以朱德西先生就把这种主位之间的支 看作是自指的标记 就使这个主位结构不代表禅数 而是表示指称 指称一个事件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什么呢 是君舍无地这个事件 这个事情 好 这个 没有考虑到 您进入我国的领土 这个楚国的使者最后这两个字 大家仔细地揣摩一下 确确实实很有趣 何故 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到 楚国使者在问出何故二字来的时候 那种冷冷的面孔 也就是说 楚国方面根本没有把 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 这个强大的军队放在眼里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是 管仲代表诸侯联军 出面应对楚国的使者 他首先搬出来 说我西少康公 命令我们齐国的先军 也就是太公 先军和太公是同位语的关系 这个少康公 大家可以看一下课本上的著 说五侯九伯 汝食争之 什么意思呢 杜玉著说五等诸侯 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 九州之博 皆得争讨其罪 这是齐桓公 凭借这个命令 来向楚国夸耀 大家看 这个君处北海寡人 处南海 就是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 搬出少康公的这个命令来 周王使给了我们齐国争讨有罪诸侯的权利 甲府周时 这个甲 大家看一下甲骨文里面这个字形 很清楚 就是一个人 腋下有两个小人 是不是 什么意思呢 以礼这本书里面的济西礼这一篇 有羽人夹千枝 郑玉著说 再左右 约夹 再左右 约夹 是两个小人 来辅助这个大人 行走 这是夹 再看那个左传喜光26年 西周公 太公 武公 周时 甲府 成王 可见这个夹就是 府 辅佐的意思 帮助的意思 这个夹是 这是夹的本意 那么 邵 康公 的这句话 先是命令 说 武侯 九伯 辱师 争之 赐予了 齐国 以 争讨有罪诸侯的权利 那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用这个来 辅佐 周时 来辅佐 周时 以此 来辅佐 周时 不仅给了他这样的特权 而且赐我先君旅 也就是赐给我们齐国的太公 可以践踏的土地 旅本来是动词 践踏的意思 吕和据 在先秦文献当中 大体上分工是很明确的 据是 鞋子 而 吕是动词 是践踏的意思 吕的本意 也就是践踏的意思 从这个意思 后来引甘出鞋子的意思 在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铝是锁铝的意思 也就是说是转指了 指这个践踏的地方 践踏的地方包括哪些地方呢 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东边一直到达大海 西边到达黄河 这两句 大体上来讲没什么疑问 但是下面两句比较麻烦 南至于木陵 北至于吴地 木陵和吴地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杜玉柱说 皆其敬也 是的